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譚耀南 歡迎收看今天的宇宙不同 今年年初我就跟各位說過 今年將會是有史以來 各個國家的這要訪問台灣最多的一年 大家注意到8月2號裴洛西訪問台灣 但是在之前已經有非常非常多 包括美國在內的特使團訪問台灣 8月2號裴洛西訪問之後 又落意不決的有包括美國在內的 主要的各個國家的國會議員 還有州長訪問 那麼昨天晚上抵達台灣的是 包括了8位其中5位共和黨 3位民主黨8位眾議員的團訪問台灣 那麼由年輕43歲的墨菲眾議員 來擔任團長 各位知道墨菲眾議員今年43歲 那麼他是第一位由民主黨選出來的 越南一的美國人擔任這個眾議員 他是佛羅里達第七選區 那麼這一次的訪問團總共8個人 他是跨黨派而且都是中生代 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來台灣 這個意義除了我跟之前跟各位報告過的 在現在美國參眾議院國會休會期間 大量的還沒有來過台灣 希望支持台灣跟台灣發生進一步關係的 這些國會議員來以外 另外這個墨菲眾議員 他今年年初放棄尋求第四任的連任 那麼他除了是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 情報小組的副主席以外 他在2021年1月6號的現在的 對川普總統的參議院聽證會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今年不選了 他跟拜登總統的關係 接下來在明年非常有可能會入閣 那麼以他少數民族亞裔的身份 民主黨的這個新興的政治人物 未來的前途非常看好 那麼這一次協同七位 兩黨的眾議員訪問台灣 意義無比重大 接下來還會有絡意不決 包括現在媒體傳出來的 前副總統彭斯 前國務卿龐佩奧 以及包括現在在台灣的 這個法國的參議院的特使團 英國的日本的日華肯談會等等 絕對今年是非常熱鬧 若意不決 我先前說過 遠來是客 來台灣 代表對台灣的肯定 代表對台灣的支持 台灣的能見度提高 台灣越被國際看得見 我們就會越安全 所以這一點在接下來 也可以大家看得到 會持續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 英國選出來新任的 這個女性 保守黨的這個首相 Lisa Strauss 那麼特拉斯首相過去是外長 那麼她在保守派的國內議題上面 當然主張減稅 主張小政府 那麼主張縮減開支 那麼有人形容說 這就像是之前80年代的英國著名的保守派的首相 財奇爾夫人 那麼有人把她當作新一輩 新一代的財奇爾夫人 因為也面臨到英國 歐洲全球接下來面臨嚴重的衰退 非常可能陷入2023年的經濟衰退的之前 那麼Lisa Strauss來擔任新的首相究竟會插出什麼火花 那麼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 在外交政策上大家注意到了 那麼新任的首相 他對於中國跟俄國說 這兩國都是我們英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 而且這些極權政權共產體制 那麼跟我們的基本價值不相容 所以我們在制度上 在價值上 在國家的競爭上 會持續的去跟俄國跟中國對抗 那麼拜登總統 那麼跟Strauss通過電話了 那麼大家注意到 英國跟美國的關係持續的在強化 而英國跟日本的關係也繼續在進展 過去英國很少關注在台海的議題 跟台灣相關的事務上面 可是近期來 英國不斷的有政治人物訪問台灣 那麼英國的智庫也跟台灣進展 越來越好的關係 換言之 包括英國的政策研究部門 英國的重要智庫 英國的上議院下議院 兩黨的重要政治人物 對台灣的議題 台海的和平安全 印太的相關議題的關切程度 就越來越高 除了俄乌事件以外 那麼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接下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的發展 和台海的和平穩定 不僅是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或也是印太有事 也是英國有事 也是歐洲有事 這個方面我們會持續的進一步觀察 以上是今天與眾不同的內容 感謝收看 再會